她是白冰冰的救命恩人 她被台湾第一美尼姑捧红 她为初恋终身委屈 图图今天带你走进小哥费玉清 费玉清 1955年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 原名张燕廷 她出生在一个公务员家庭 家中排行老三 由于父母离异 从小费玉清生活清贫 1973年 费玉清与哥哥一起参加歌唱比赛 费玉清因清秀干净的声音 被评为赏识 拿到了第四名的成绩 刚刚比赛完的费玉清 并没有多少知名度 只能在酒吧当主唱 1977年 姐姐当时在日本小有名气 她心里惦念两个弟弟的未来 所以放弃了日本那边的事业 回来帮助弟弟们发展 先带费玉清结识了音乐制作人刘家昌 后来又帮小哥加入海山唱片 开启歌唱生涯 1977年 费玉清推出第一张专辑 我心生爱苗 从而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 1984年 凭借孟陀琳 获台湾金钟奖最佳男歌新奖 1986年 加盟天下唱片 同年演唱电视剧 一简梅同名主地曲 一简梅 开始红遍大江南北 1992年 凭相思比梦长 获台湾金鼎奖最佳男演唱人奖 1993年 开始和哥哥张飞主持综艺节目 龙兄虎弟 大概从那个时候 费玉清似乎就发现了自己讲段子的天赋 和其他人不同的是 费玉清西装革履的斯文人 说起来莫名的就有一种反差 他的魔性舞蹈 六亲不认的动作 至今无人超越 网上有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费玉清 讲最污的段子 做最清白的人 真的最合适不过了 2008年 他登上春晚独唱千里之外 2009年 超级盛典获得终身成就奖 2015年 他的易简梅在神腾夏洛特烦岛中 作为插曲再次爆红 也成了曲中圆滑出场的背景音乐 受到老一辈和年轻人的喜爱 小哥的易简梅 一夜之间火遍了欧美 2019年 费玉清正式丰满营退 在某档综艺中 白冰冰感谢小哥 在最无助时的帮助 当时女儿白小燕遭遇了绑架 17岁的花季少女离世 白冰冰难以接受 宣布隐退 费玉清为了安慰白冰冰 连续一个月到白冰冰家里去 给她讲笑话 陪着她 可以说是费玉清 陪着白冰冰一起走过 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当时她都是12点混进来 然后讲笑话 连讲一个月 那可以每天不一样的笑话 讲一个月 讲到天亮6点 小哥21岁的时候 在日本演出 与安景千惠一间钟情 当时他们本来 要在台湾准备婚礼 已经向许多朋友发出邀请 但是没想到 他们最后并没有在一起 女方是名门望族的身份 安景千惠的父母 要求费玉清 入赘日本 更改国籍 子随母姓 退出娱乐圈 这些苛刻的要求 令费玉清难以接受 她的家人事业都在国内 舍弃国籍 入赘日本 就意味着舍弃了一切 包括尊严 她最终选择放弃这段感情 回到国内 在某次综艺中 江慧曾多次告白费玉清 但都被婉转拒绝 小哥这样说 以后我们两个可以结为夫妻 那你这样走 那我无尽情摆哪里 时至今日 费玉清还单身 以后也许再也见不到 在舞台上深情演唱的费玉清了 可是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嘛 希望脱下西装的费玉清 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 那些云淡风轻的日子 图图今天就说到这里 你还想知道哪些明星传奇故事 欢迎评论区留言 写出他们的名字